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觉得中国最好的风景其实就是人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很友好 不管你来到哪里 你就来到了这里就有一种威胁感 虽然你是外国人 我名字叫做高维一 我是来自保加利亚 95年出生的属猪 妇女座的 某一天我跟老爸在聊天 他突然来了一句 你为什么不去学中文呢 看看现在就是 中国很多行业发展得非常好 那么如果你能够去学好自媒语言 了解好中国 那你的前途真的是无限的 我在读本科期间 我就去了杭州师范大学 然后这边做了一年的教会生 那么当时我也可能只学了两年的中文了 很多表达我是说不出来 很多也是不懂 其实当地人也是非常的理解你 然后就是一直鼓励鼓励你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当时可能我对志将生 也对中国的方方面面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出于我对中国的一种热爱 整个本科毕业之后再次来中国读研究生 研究这样子我就来到了明波大学 读的是翻译学 刚刚毕业 我也非常的荣幸 他就认识了我的导师 他就叫做贺英 贺老师 好久不见了我们 好久不见 哪一阵台风把你吹来了 对 我们贺老师 他做事情非常的认真 我写论文 我就发给他 凌晨一点钟 他给我发 微信说这边你就错了 我觉得 看看 能够有这么关心 选生的导师 真的是太幸福了 其实你那个论文就是写的非常的好 我记得当时写的是 中国影视作品海外传播的问题是吧 从一个留学生的角度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咱们委义是一个非常热情 然后乐于助人的一个人 我记得经常给我打电话说 我有一个同学有什么问题 老师你觉得这个事应该怎么办 是吧 现在我要去见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也可以说是我的兄弟 他跟我一样也是留学生 他来做俄罗斯 然后我们也是这边认识的 然后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了 然后他明天马上要离开宁波大学 因为这边大爷刚刚毕业了嘛 然后也要跟他道个别嘛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明天走劳 对啊 经理呢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记得我们当时是这么认识的 我们当时是我们宁波大学 阳光流行公寓的那个电梯吧 我们也是离开家乡 到远远的中国嘛 所以对我来说 他同时也是独立自在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与此同时 那么通过我们在宁波大县这个 这个公寓 也就是求学的这段经验啊 我们还是也存在了不少 对 我记得我当时参观你的房间 就像进入图书馆一样 然后你的房间里面全是书 而且各种各样的书 而且这些书的语言也不同 有英文有中文有报纪利亚文 然后我有时候会就是从你那边借书看 你还记得吗 你还有很多书没有还给我 你别问我我记不记得 我都不好为什么 好吧 我也当时交了很多朋友啊 可以分成就是两个大类 一个是我留学生的一些朋友 另外一类就是我当地的中国一些朋友 你是哪一年认识啊 二零年认识啊 二零年 我们一起拍那个魅力东多 毫无推荐官嘛 好累那个时候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 就是照顾这个人 你还是挺尊重我的 我们经常在一起玩 工作上相互帮助 这一点我就是我们两个的情谊 这种朋友的情谊 这是不是偷对排队吃那个友张子吗 那友张子到底是什么东西知道吗 应该有点类似于麻花的 那么我们宁波的友张子 它是这样子就是圆圆的 挺不错的 我在流口水你没看到吗 也特别是热乘乘的吃 哎呀不要说了 最新我的第一个是中国人 我觉得中国最好的风景其实就是人 那么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非常的有礼貌 很友好 不管你来到哪里 你就来到这里 你就有一种归属感 虽然你是外国人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中国他因为是好客嘛 首先他觉得你是一个外国人 然后到我这里来做客 那他第一个他很客气 他也很礼貌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你又很色牛 然后又很会聊天 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你 得到你就在这个地方 哈哈哈哈 当时我记得你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你跟我讲 你说我在考虑 是不是继续待在宁波还是回保加尼亚 当时我们也沟通了这个问题 但最终你做了决定 你还是现在留下来 对 然后再创业 我就蛮好奇 因为这个问题我从来没问过你 对对对 是什么让你决定留到宁波 为什么 因为我在中国 我在宁波又看到了希望 我也看到了很多机会 我们这边是需要一个旅行室的合作伙伴 然后我们一起去推我们这个地区的旅游产品 我跟几个朋友 我们一起携手 然后一起开了我们这家公司 然后我们希望尽快开始发团 我们发团之后 我们很多中国朋友 能够去我们保加量 我们那边所有的国家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 能够去一下 在我们的行程 中文讲得很好 一半半谢谢 然后这边看看 而且也特别是我们有了宁波人的友好对待 和宁波就是非常有良的营商传统 下一步是专门为了我们宁波的流失察 十几个宁波的流产品 我所有的梦想 我全部都集中在中国这边 我们发展在宁波 是我们未来最好的一个选择 也是我们未来必图的一条路 我个人也就李波开中国 也就乍干中国 比如说 是的 就是 小羽 你 我不知道